用完整個臉之後 留著敷著好了 可是我就是 只敷一邊 所以你不如先來看一下我的臉 覺得怎麼樣 你知道很多那個 東西不是都有亮面跟霧面的嗎 看起來就是亮面跟霧面 旅遊很適用 而且我覺得來美國 太陽很大 更適用 喔就這樣 這麼可愛啊 對 那你自己感受上 提亮的效果啊 你說提亮的效果還有什麼 對 因為你每天都只敷一邊啊 對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大家看到我們現在的場景了沒 我們在美國 我們現在在美國 這是我們錄的 美國第一次做下來的影片 你現在在美國多久了 這個題目會不會太難了 兩週 所以就你在那邊算了 喔對 我們在美國兩週 那你現在習慣的都還好嗎 我習慣的很好 這裡的溫度濕度味道什麼的 你覺得 天干 然後溫度冷我覺得還行 因為我是冬天生的孩子 我本來最喜歡冷一點的地方 所以溫度OK 濕度就是有點太乾 味道 我覺得味道還行啦 就是 空曠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我有發現其實溫度濕度OK 味道就一定OK 然後其實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很重要 因為你在台灣的時候 就已經設想過 OK 台灣是一個很濕的地方 然後來到一個很乾的地方 保養的事情 絕對會重新思考過 就是我們光要帶哪些保養品過來 都省省思考 先來分享一下我們兩個的 肌膚的狀況 我個人是處於一種混合肌 然後又油性 又油又乾 非常地複雜的一種肌膚 我是敏感肌 混合肌混在一起 但我就是敏感肌又偏乾這樣 非常麻煩 我們肌膚狀況都蠻 好處理的 對 保溼對我們來說又特別重要 因為光澤感 才是看起來年輕 然後臉很亮氣色 好的一個秘密 就是我之前到乾燥地方 然後保溼不夠的話 臉就會有紋路 那就是均裂乾燥的紋路 然後會有皮會浮起來 然後你上妝之後 就會一塊一塊的脫妝 看起來超美 我們今天就要來公佈給大家 我們這次帶了哪些保養品過來 特別推薦的兩款 這兩款就是 我們現在就來細細解說他們 來為什麼這款一定要先講 它是棉片狀的 真的是大稱讚 出去旅遊的時候 我就是很喜歡一片一片這樣用 它還可以濕浮 超好用 然後這一罐它的功能就是 美白保濕 很多棉片它基本上就是化妝水的成分 那這個它就是多加的保濕 那除了這個美白保濕的成分之外 還有其他的就是很多成分 重點就是它也可以幫你 舒緩消炎 就是如果說你太陽很大啊 這樣曝曬的話 晚上就可以敷 這裡太陽真的很大 我已經先給這個加分 這個非常好用 它就是一片一片的這樣 這棉片它非常的薄 很透光 它直徑有7公分 跟手背一樣大 因為它很大片 所以它可以直接敷滿整個臉頰 而且因為薄的關係 它非常的服貼 你看它上面有一些黑色的點點 這是棉花籽跟精液的碎片 那這是也是因為 它的棉花是100%的純棉花製作 沒有經過漂白的處理 所以棉片本身是有點偏黃的 而且會有一些黑點點 那這個就是棉花籽跟精液的碎片 不是汙染的現象 而且有獲得三大二認證 全素的Vagin認證 環保認證 和生物分解的認證 它不只親膚也非常的友善環境 我想要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拿這個棉片拿了一片 換完整個臉之後 因為我會有點懶 留著敷著好了 可是我就是 有敷一邊 裡面有美膚 所以不如現在看一下我的臉 覺得怎麼樣 就是有差嗎 其實有會比較亮 是這邊嗎 敷這邊 對 你知道很多那個 東西不是都有亮面跟霧面的嗎 看起來就是亮面跟霧面 這就是師傅其實蠻有用的 如果以免有用的話 可以就是今晚敷這邊 明晚敷這邊 你也可以就是都拿出來敷兩邊 對 好省喔 客家人啊我 那我不是客家人 好來繼續 這罐三號奇蹟酵母棉片 最厲害就是在裡面的成分 來小狼 介紹成分 它厲害就是 它有50種植物萃取的發酵成分 那其中兩種 脂質化跟薑黃素 它就是有 消炎 舒緩 煙溪 美白成分 所以這個產品就是主打 可以讓肌膚變頭涼的產品 那剛剛說它是發酵的成分嘛 那發酵成分其實就是比酸類產品 效果更很好 那大家知道酸類是在用的時候 它因為 患膚嘛 所以會有脫皮的現象 這種發酵因為它比較溫和 它就不會有這種 就是要等待脫皮的過渡期 那比較溫和的話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有些人在用酸類的時候 會有 暴痘啊 的那種情況發生 我就曾經過 好可怕 這是必經過程 但是 這個發酵的話 就不需要經歷這些過渡期 然後這一瓶的 抗擾跟美白 其實就是歸功於這50種植物萃取精華的發酵成分 到底 剛剛有講到植子花跟薑黃素嘛 植子花它其實就是幫助 降溫解熱 就是如果說你曬太陽的話 就可以 舒緩你的肌膚 薑黃素的話就是 幫助肌膚的消炎 重點是這兩個植物成分 不用擔心 不適合敏感肌 就是如果說肌膚比較敏感 用什麼東西都比較紅的話 我自己用這一罐 第一次用的時候 肌膚沒有泛紅 基本上就是除了讓肌膚保濕之外 也可以感受到肌膚的 提亮跟緊緻 我只要看到植子花的產品 都會有預中忍不住想買的觸動 因為我有時候 臉會很容易 脹熱或什麼的 所以你真的知道植子花的功效 我其實好像沒有那麼清楚 但經過你這麼一說的話 稍微明白 你就覺得植子花就是跟降熱有關係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連結 所以你洗完臉的時候 就是拿一片起來 它其實有兩用 就是可以擦拭也可以濕敷 因為有時候其實出遊 有些人會帶一個化妝水 然後再帶一包化妝棉 但這樣的話就是你帶一個 all in one all in one幫你搞定了 就是一個就好了 反正洗完臉就用它 或者是你要化妝之前 你也可以就是先擦過 有些人會比較在乎 臉部有沒有那種小灰塵 然後就可以先把它擦過 或者是你化妝前敷 你的妝會更服貼 用完這款3號棉片之後 接下來就要來擦精華液了 1號中藥草光澤精華 它這個成分呢 它就是含有 74%以上的麥門冬萃取 那麥門冬是很常見中藥材的 藥名 基本上就是和抗老美顏有關的 藥材成分 不管在台灣或是美國 就是你只要白天有出去 基本上就是會有 紫外線的造色的問題 紫外線造色如果久了 就是會加速肌膚的老化嘛 那這一罐 它基本上就是幫助肌膚的抗老 減緩紫外線造成的傷害 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減少 膠原蛋白的流失 大家都知道我們其實從 個人是覺得27歲開始之後 你的膠原蛋白會瞬間流失到 讓你發現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盡任何可能的方式去留住我們的 膠原蛋白 讓它保持舒坦的狀態 就是除了電波之外啊 日常保養是非常重要的 內外要兼職 如果減緩膠原蛋白流失的話 你就是盡可能的 hold住你的膠原蛋白久一點 那就會看起來 這一罐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 保護你的皮膚 預防 發炎啊 暴痘等等的 對我反正用的也不會泛紅 我真的就是所有產品的偵測機 只要我用的東西沒有泛紅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用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兩款產品 其實對我而言都算是一個很com的一個產品 溫和的意思嗎 你可以感覺到它都是 鎮定 對很鎮定 這個肌膚的狀態 因為我很常臉會 很熱 喔 你是說會有發熱的狀況 對對對 因為美國真的太陽很大 你很常開車開到一半就覺得 幾乎快受不了 什麼皮膚我骨頭都變黑了 我很感受得到這兩款是很鎮定 可能都是因為一些藥草的功效 感覺是非常鎮定這種發炎狀況 來給大家看一下 1號精華的質地 它聞起來有淡淡的中藥草香味 像我們剛剛使用過棉片 現在就是精華液的導入 那它可以讓肌膚吸收裡面的中藥材精華成分 來抗氧化 改善細紋 讓皮膚恢復紅潤 雖然它是精華產品 但也有說過它非常的清爽保濕 要當成洗完臉之後 第一步的化妝水 或者是千刀液來使用都可以 洗完臉就立刻擦上 減緩肌膚接觸空氣後氧化的狀況 擦上之後也可以達到型膚的效果 後續再做保養 皮膚就會更好吸收喔 以抗老產品來說 這一款其實是價格很便宜金人 其量一千塊有找 價格很清明 質地就是很清爽 如果你是找這種抗老清爽的產品的話 這一款是還不錯的 好 我們介紹完產品了 接下來總結一下我們的使用順序 就是洗完臉之後 那我先用這個3號奇蹟橫綿片 那它就是美白啊 保濕體量 它就是有很多綿片沒有的美白成分 而且它是綿片 重點 重點 它是綿片 可擦是可濕敷 然後都在這一罐裡面 就是旅遊的好夥伴 就是真的是旅遊的好夥伴 基礎的保養完美白保濕完之後 再來就是抗老的精華要給它加強下去 OK 剛剛說到這個蔓門東的成分 它其實就是可以 幫助肌膚抗氧化 對抗紫外線抗氧化的這個 功效抵抗力要把它補回來 對 所以就是兩個一起使用 美白 提亮 抗老 在一個太陽很大的地方 依舊可以保持肌膚的光澤啊 彈性這樣 旅遊很適用 而且我覺得來美國太陽很大 更適用 我就是要講這個 喔 就這樣 這麼可愛啊 對 那你自己感受上提亮的效果啊 你說提亮的效果還有什麼 對 因為你每天都只敷一邊啊 喔 而且我要講 我其實很懶得用一整片面膜 我喜歡 簡單的 不會妨礙到眼睛嘴巴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可以針對 會拖鞋的地方敷就好了 加強保持 我覺得這樣很棒 如果這個東西不方便 我就不用 那我其實用這個棉片的話 其實我都是用兩片 我第一片就是先把那個擦 因為你知道就是有時候你 洗完臉啊 你可能收拾水 或是你會想拿毛巾 或是衛生紙什麼 擦完 不管你用任何形式的擦 臉上其實都會有毛屑 所以我第一片基本上是把毛屑擦掉 然後第二片就是再擦一次 確定沒有毛屑的時候就把它翻過來 然後就敷在臉上 這個時候 因為我已經用了兩片了 所以我就把那片撕一半 然後敷在兩片的臉上 喔喔喔喔喔 我是這麼做的 給你參考 哈哈哈哈 賤喔 講完我們心得 就是再跟大家說一次 大家看喔 它上面其實都有一些數字 3號 1號 然後潤壁晶 它們其實就是用數字去幫各個產品命名 那它就是試用不同的膚質 它會有不同系列 不同數字的號碼 那如果說 你不確定你自己肌膚是什麼狀況 或是你覺得你肌膚狀況比較複雜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跟他們官方的去諮詢 那他們諮詢的有兩種管道 一個是 蝦皮 的聊聊 一個是你可以加他們LINE的官方 好 如果你在LINE上面的話 它其實還會有一個 修務者的折扣券 然後再加上蝦皮的免疫券 都可以合併使用 然後可以買到最華算最優惠的價格 介紹到這邊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再分享一下 說掰掰